娱乐转圈圈 娱乐转圈 杜心灵贴心把张继忠腿放到床上 并贴心为老公盖上被子 以免她着了凉 张继忠是家里的顶梁柱 身体自然是不能泪垮了 与其说杜心灵是张继忠的老婆 不如说是最贴心的伴侣 为张继忠生下一儿一女 又为她打理家中琐事 不仅能照顾张继忠的生活 还能处理她工作上的事物 是张继忠的得力助手 不过也有网友说 这一段视频很假 说张继忠是在配合妻子秀恩爱 从动图中可以发现一些细节 那就是杜心灵把张继忠脚往上抬的时候 明明抬的是右脚 张继忠如果是熟睡的状态 不会左脚 也跟着一起往里面挪 杜心灵恨不得天天和老公秀恩爱 撒狗粮也不在乎外界的眼光 甚至一天都晒多次 来证明他们虽然相差31岁 但依旧恩爱十足 张继忠还在评论 表白妻子 我做你的盖世英雄 你做我的盖北英雄 感谢在我最累的时候 身边有你 张继忠有过两任前妻 不过杜心灵和比她岁数还大的妓女 张继欣关系处得很好 还夸大女儿 董事名领 张继忠曾直言 愧对前妻和大女儿 年轻时候拼命忙事业 忽略了对前妻和大女儿的爱 并直言现任小娇妻杜心灵 多么需要陪伴 超过48时 不回家绝对不行 张继忠想把对大女儿的亏欠 都弥补在小女儿身上 一定会花大把的时间 陪伴小女儿张雨彤长大 圣诞节的时候 张继忠扮成圣诞老人 给三个孩子送礼物 没有谁比张继忠长得 更像圣诞老人的了 纯天然的白头 发白胡子 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 更像是圣诞老爷爷 张继忠家里的豪宅之大 自家房子还装了电梯 孩子们好激动 去爸爸那里拿礼物 杜兴灵很喜欢办party 几乎是每个节日 都要精心地度过 把家里好好装扮一番 家里充满了圣诞的气息 张继忠抱着小儿子 一家人整整齐齐过圣诞 张继忠还请来了不少的亲戚 来家中做客 张继忠在圣诞老人的袋子里 装满了礼物 看样子是要给所有亲戚 都准备了礼物 张继忠都快70岁了 杜兴灵疯狂地秀恩爱 积压了三年的情感 终于在生了二胎后 想要全部晒完 以张继忠的年龄来看 他们陪伴在彼此身边的时间 并不会太久 就尽情地秀恩爱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